我是四哥我在宁波我在家宁波我在宁波的东部行程 我在这边逛街准备给你们拍一下宁波的宁州区东部行程这边 大概什么情况走 这里是宁州区的东部行程 这边有一个小区给你们拍一下 这个小区啊看上去还是非常厉害的 就这个造型啊感觉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名字里面居然带了个院 这个院是拆迁房的一个意思 但是我感觉这房子建的还不错 这边有一个翘爬加油站 这是一个外国的连锁加油站 非常不错 赶紧开一下翘爬洗车 非常方便 如果你加了油啊 就可以在这洗车 给你们拍一下这边的一个环境 非常不错 东部行程 核心区 宁波打造的一个行程区 那个附近啊就是 五一广场了 长沙有个五一广场 旁边就是玉米楼 哎这边 地上为什么在冒这个热气啊 给你们拍一下这地上 居然在冒出热气 旁边还有一条步道 如果你在这里啊 上下步非常方便 放下手机安全驾驶 驾驶这条船 可以在这里 游玩一下 我准备 走到这个板级商场那边 带你们看下这一路上景色 板级商场非常有名 是日本人在宁波开的商场 这条路是福庆北路 然后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中山东路了 我准备先往前走 现在这个时间啊 路上是没什么人的 因为是上班点 再带你们看下这身后的这个楼盘 造型还是非常不错的 上下路口给你拍下 这边就是福庆南路了 对面是五一广场 宁波的五一广场 不是长大的五一广场 非常空旷这边 我准备过来这个马路 现在是红灯 隐约能看到 这个 绿米楼 马上就绿灯了 中山东路 不吹不黑 这条就是中山东路 这边还有 中国节 这边拍下这个小区这边的环境 真的是太舒坦 这环境还有谁啊 诶 这边河边居然还种着这个 不知道什么植物 有董黄的老铁可以评价一下 我是不太了解 湖平 这是一栋鞋子楼 这后面就是小区了 河境房 宁波有很多小河 河境房太多了 这边还有一位大叔在钓鱼 这边拍这位钓鱼的大叔 还有这个河边的植物 非常nice 旁边还挂着国旗 这地上啊 太干净了 我就算 拖鞋在这里走一走 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脚印 脚也不会弄脏 这旁边居然还是塑胶的 你敢信吗 早上还可以在这城堡 这是一栋鞋子楼 好的 这就是宁波的宁州区东部星辰的现状 视频啊 要不就给你们拍到这里吧 这里是银泰大厦 请不吝点赞 这本就是 这里是从这一栋鞋子里的